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為我們新住民朋友 所開辦的網路學習課程 那麼今天同樣非常的開心 邀請到我們的美妝界達人 小雯老師 嗨 大家好 小雯老師的今天 我們要為大家示範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畫眉毛 當然畫眉毛以前 一定要修眉 好 老師我們知道就是說 好像各種不同的臉型 應該要配各種不同的眉型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非常多種 是不是請老師幫我們講一下 像現在女生好喜歡畫一字眉 其實一字眉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畫 譬如說如果你的眼睛 跟你的眉毛距離太近 那你就不可以畫一字眉 因為畫完之後 眼睛跟眉毛會黏在一起 那還有一種是 如果你的眼尾是垂的 像這樣子吧 很傷心 如果是垂的 你又畫一字眉 就會讓你的垂眼看起來更明顯 那通常這個時間 你會建議大家要畫什麼樣子的眉型 那你可以畫一個招伏眉 招伏聽起來很有福氣 好 為什麼 OK招伏眉 它的尾巴是比較細的 你會看起來 你的垂眼就不會這麼明顯 所以如果你的模特兒 他可能是外國人的話 我們通常會使用什麼樣子 一個眉型 老外最愛高挑眉 因為老外的五官是比較明顯的 如果你這個時候幫著他畫一字眉 對 你會發現他的眼睛 就跟眉毛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他在後面的地方 他會需要比較高挑一點 好 那現在馬上來 請老師聽我們示範吧 小雯老師 那我們在修眉跟畫眉毛的時候 要準備哪些工具呢 有鑷子、剪刀、修眉刀、眉刷 當然最重要是眉筆 眉筆 而且眉筆很重要 是你要如何去把它削成平的 好 老師等下也會幫我們介紹 它的功用 是 除此之外還看到一些刷子 對不對 對… 好 那現在馬上請老師 來稍微幫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修眉毛有什麼樣的技巧 好 修眉,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眉頭、眉尾、眉峰 對 到底要落在什麼地方 對 其實你只要先 把眉頭畫出來 然後眉峰的地方 就在你的眼球的上半部的 這個地方畫出來 眉尾 這就是你可以用這三個 三等份來抓 所以你畫的時候 你就要去自己要有一個型 說我大概是適合什麼樣的型 那譬如說 你如果是圓臉的人 那你可能眉毛 你就不可以是往下 了解 對 你要稍微在眉峰的地方 要有一點往上 因為它比較適合留葉眉 怎麼判定這件事情呢 因為它這邊的顴骨 跟它的額頭的那個距離 是適合把這邊往上拉 那它的臉型就會看起來是長的 好 不過既然大家都 這麼喜歡一字眉的話 我們還是先請老師幫我們來 示範一下要怎麼樣畫出一個 完美的一字眉 OK 你的那個眉筆很重要 有一些人他可能會去市面上買一種 像削鉛筆的東西 可是他畫出來 可能他就沒有辦法拉線條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削成這樣 當你在畫的時候 如果你是這樣子畫 它就是把這邊塗滿 可是如果你是這樣子立的畫的時候 它是拉線條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隻餅兩種用法 對… 很划算 對 可以先把形狀畫出來 然後畫的時候 輕輕地待過就好了 你看我拉線條的時候 我是用斜的 可是我如果要填滿的時候 我是用扁的這個方向來塗滿 大致上你畫出來之後 前面的眉頭很重要 你就不要再用筆去把它填滿 因為這樣看起來會非常的不自然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眉刷 好 所以通常在畫眉毛的時候 老師手上就有兩個法寶 一邊畫 然後一邊稍微做一下這個 算是暈開嗎 還是… 對…把它暈開 然後畫完之後 眉頭的地方我會用刷子 稍微刷一下 好 是這個作用就在哪裡 把它暈開 我不想要讓它看起來 它的形狀是方的 所以它就會自然暈開 然後你可以沿著你的鼻樑 稍微再暈住 對…畫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你這邊也… 它也…鼻樑也是挺的 就是善用這個 陰影的這樣子的一個技巧 是… 這就是一字眉 好 來… 那我可以看一下 那這一邊呢 我們就畫一個適合它的 好 OK 剛好也可以讓這個觀眾朋友 來稍微的左右比較一下 看看什麼樣的眉型 比較適合我們的模特兒 那我們自己在化妝的時候 又應該要注意 什麼樣子的眉型 比較適合自己 它的眉峰的地方 我會稍微往上 因為我希望它的臉型 看起來是修長的 所以它的差別就在於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弧度 對 然後它的這個 尾巴看起來也比較尖 比一字眉再稍微尖一點 然後它也比較細一點 好 大家可以注意看 老師的動作 同樣就是一邊畫 然後一邊要來把它做一個 就把它稍微暈開一點 老師手上的格西越來越多了 大家會發現嗎 從剛剛一隻兩隻到下面四隻 所以妳這樣鏡頭上 其實就可以感覺看得出來 差別在哪裡 好 大家看一下 左邊跟右邊哪一個眉型 是比較適合我們今天的模特兒的 好啦 相信今天大家看完這一集之後 也可以學習如何在家自己動手 來修眉毛跟畫眉毛囉 那麼如果你想要再學習更多的 有關於我們的美容彩妝的知識的話 也歡迎可以上我們 新北市職訊中心的網站 也可以查詢更多的學習資訊喔 那麼今天呢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期見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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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